今天早上梵蒂冈举办了圣大仪式 分别封已故前教宗若望二十三世 和若望宝路二世为圣人 由现任教宗方济各主持 这是天主教两千多年来 首次同时有两位教宗获丰圣 吸引了超过一百万人参加官礼 今天在梵蒂冈的圣博多禄广场 举办了圣大的丰圣典礼 册封两位已故教宗 若望宝路二世和若望二十三世为圣人 是天主教两千年历史上第一次 同时有两位前教宗获丰圣 谢嫩教宗方济各主持大典 去年卸任的本土石油市 以及近一百位地方主教也都出席 超过一百万的信徒和游客 一早就涌进广场 亲眼目睹这两个小时的圣典 祝宝圣 分别是代表革新的若望二十三世 和立场倾向保守的若望宝路二世 分析认为教廷是希望透过同时丰盛 囤结教会内革新及保守两派 而这也是教廷首次利用网络播送典礼 因为教宗方济各上任后 就相当善用社群媒体和教徒互动 以往只透过电视转播的大典 这次是月上的网络平台 让更多身在世界各地的教徒 可以无远弗戒 拱向盛举 新唐的电视国际新闻组编译 MING PAO CANADA MANGA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